女孩想要结婚就必须敲掉两颗大门牙 以此来表示对丈夫的忠心 也是表达女人美的象征 不仅如此 女孩的手脚还需要带上几个大铁圈 带得越多就代表女孩越美 也才会更加受到男人的喜欢 这里是位于非洲哈达族的原始部落 他们依然保持着原始的生活 常年靠狩猎为生 男人也有着极高的地位 还可以娶多个老婆 也没有年龄之分 如今50岁的男人就娶了4个老婆 最小的一个才23岁 小孩也是刚出生不久 当女孩到了10岁就到了成年时期 这时就需要将两颗下面的门牙敲掉 使用的工具就是一把普通的小刀 执行的是自己的父亲 女孩会自觉地躺在地上张开嘴巴 在敲门牙时也是没有任何的麻药 完全是用刀硬生生地撬开门牙 为了防止女孩在剧痛时挣扎 其他人会将女孩牢牢按住 如果挣扎反抗会不小心将嘴唇割掉 整个过程将会生不如死 撬开门牙时还需先将牙龈割开 而牙龈也是人体最薄弱的地方 想想自己牙痛时就要命 更何况这是用刀将牙齿硬生生撬出来 经过几分钟后 女孩的门牙也被取出 当其他人在开心大笑时 女孩还没在疼痛中缓过来 取出的两个门牙将会保存起来 等到女孩结婚时作为嫁妆送给丈夫 也表示女孩将会一生都幸福 一事结束后 所有人都为她鼓掌欢呼庆祝 现在女孩也算是正式成年 如果以后牙齿再次长出来 还需再经历一次敲牙的过程 随后母亲会拿出为她准备好的铁圈 这也是女孩成年里的贵重礼物 母亲也会亲自为女儿戴上 将铁圈套进脚外上后不停地敲打 一直敲到铁圈的两头对接上为止 戴上后就永远无法再取向 到了结婚时女孩还要被绑起来 双手绑掉在房屋下 双脚就用大麻绳绑好 女孩不但不会反对 反而还更加开心 因为她终于可以嫁人了 所以每个女孩都非常爱惜自己脚上的大铁圈 尽可能地把铁圈擦到最亮 就好比现在的你们打扮得漂漂亮亮一样 这样才能更加受到他人的喜欢 你认为这样的算够美吗 那么作为女人的你 要是结婚时为了表示对丈夫的忠心 你愿意敲掉自己的两颗大门牙吗